真的是悲惨到不能仅仅用雪流成壳来形容了 旧约时代的迦南比现在的版图要大 通常是指地中海东岸地区 包括了现代的以色列 约旦 黎巴伦 巴勒斯坦地区和叙利亚的部分 现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加沙 就是旧约圣经中称为加萨或加特的城市 这是古代非常著名的菲利士城市 加萨是菲利士五大城市之一 位于地中海沿岸 现代加沙地区的核心地区 在旧约中 加萨或者加特常常作为古代以色列人和菲利士人之间的战争冲突的背景 这个城市在古代圣经故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加萨地区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变迁 包括了古代西伯来人的文化 希腊罗马时期 伊斯兰帝国时期等不同的历史时期 形成了多样的文化和宗教的传统 关于以色列建国的故事 有非常多的版本 无论如何 1948年 以色列在战后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建国 是根据联合国1947年的181号决议 建立起的独立的以色列国 联合国当时也建议巴勒斯坦建国 但是没有成功 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建国 非常的抵触和对抗 巴勒斯坦内部也是纷争不断 争夺地盘当然是冲突的核心 但又不只是争夺地盘的问题 背后有更多的原因 使那个地区成为现代的火药库 首先 耶路撒冷对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 都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 宗教的因素也是冲突的一部分 不同宗教团体 对圣地的控制和访问权 产生了紧张和争端 还有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加剧 巴勒斯坦内部的纷争 也让阿拉伯世界左右为难 巴勒斯坦内部的两个主要派别 法塔赫和哈马斯 这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竞争和分析 也加剧了冲突 哈马斯就是这一次对以色列发动突袭的一方 他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宗教政治组织 一贯主张要把以色列从版图中消灭 反对和以色列和谈 最近几年 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地区占主要的领导地位 所以这也是这一次突袭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之一 关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战争 建议推荐大家去看 听一听秦辉老师最近的一次 关于尾巴冲突 尾巴地区战争的讲座 我在这个视频的下面有链接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许可思看 请不吝点赞 许可思看 请不吝点赞 许可思看 你不吝点赞 许可思看 这一部分是没有伤害 一部分是个比赛 我们会令人的笔 有点赞 讷可思看